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超能力奇幻题材慢改剧MOVING 亦能去年上线后好评如潮 为Disney家吸引大量用户 很多观众都在激情敲碗第二季 时隔一年终于有让人惊喜的消息 Disney家日前也宣布与原著作者江草完成协商 将正式展开第二季的拍摄计划 MOVING亦能可说是Disney家进军韩国以来最成功的作品 突破瓶颈的工程 带动越活跃用户从7月的200万 冲到9月的433万 然而在此之后 Disney家陆续推出的支配物种逆评 大叔暴君无路可走轮盘读等 都未能引起太大反响 今年8月MBU又降回285万 为欢回颓势 Disney家电视工作室的总裁 已宣布计划在韩国进行大规模投资 邀请顶级演员打造大制作 17日据业界人士透露 Disney家已于MOVING 异能原作者江草达成制作第二季的暂时协议 并正在进行具体讨论 而且制作第二季的意愿十分强烈 预算更超过500亿韩元 为Disney家投资韩国内容制作的历代最高数字 16日 MOVING异能主演之一 朴炳炳在个人IG更新与赵银成 朴喜寻几江草的合照并留言 MOVING似乎侧面佐证第二季的制作消息 令人更加期待 自先赵银成也是出来营业了 自从第一季播完之后 已经很久没见到欧巴了 1981年出生 今年已经44岁的演员赵银成 作为嘉宾登上了沈冬业主持的节目干杯的哥哥 在节目中分享了他未婚的想法 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节目当天 赵银成在谈到婚姻时表示 我现在过得很满足 不结婚也没关系 如果只是谈恋爱 我现在也很满足 一定要结婚或一定不结婚 都是过于极端的想法 他还开玩笑的说 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 我会比任何人都早进入养老社区 此外他补充说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还没结婚 母亲就会说至少得有个孩子 主持人沈冬业则说 你虽然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过得很好 但还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比如说你母亲因为你而感到多么幸福 这可能是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 赵银成回应道 最近很多人说结婚和养育孩子是普通的生活 但我觉得这种普通生活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 这些人结婚生小孩真的是上人 他进一步表示 作为孩子我们有时会想 如果当时母亲再多爱我一些 或者父母让我生活的更富裕一些 我的生活可能会不同 但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能让我现在这样健康的存在 就是他们的伟大成就 当谈到恋爱的可能性时 赵银成表示 恋爱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又没有来来去去的 他还提到 今年我曾和裴盛佑前辈通电话聊聊人生 我觉得比起遇到年纪比我大的女性 我可能更适合跟年下的女性交往 但我也会想我真的有竞争力吗 赵银成进一步表示 撇开名气不谈 年轻人会有喜欢我的可能性吗 从20岁到44岁 甚至到60岁 所有年龄层的人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吧 他笑着说 我还问圣佑哥我真的有竞争力吗 结果圣佑哥回我说 你怎么能这样问我 这番幽默的对话引起了笑声 在等待第二季前 一下小编整理了 Moving E能第二季八大伏笔 国情院大BOSS另有其人 法兰克再度回归 而网友也揭露国民弟弟于成豪 有望出演时间能力者英拙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一 霸凌女学生神会院是大BOSS 在Moving E能结局里最令人惊喜的情节 肯定是以全新造型亮相的转学生神会院 由沈达奇饰演的神会院 原先在前高中遭受霸凌 让身为同学的喜秀纷纷不平 挺身为他一打十七教训霸凌者 然而神会院却在结尾现身于安起步 甚至恶狠狠地教训次长敏荣俊 原来神会院其实是国情院的局长 关键比敏荣俊还高 还有着长生不老的超能力 专场是担任卧底 而神会院实际上其实已经六十岁左右 过去与京元高中敬畏甚至是搭档 而究竟神会院是不是利用 医能者们的幕后主使者 只能带Moving E能揭晓谜底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二 南韩新领导者马香九成为医能者新威胁 在Moving E能的片尾彩蛋中 过去曾带领李美贤金斗职参与海鸥作战的要约 马香九林炳恩 坐上了次长的位置 接替敏荣俊担刚新的安器部领导者 而透过过去片段 可以见得林炳恩是一个残杀无数无辜百姓的冷血之人 暴力的程度丝毫不输给原次长敏荣俊 究竟马香九又会如何残害医能者们呢 将会是第二季的一大看点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三 法兰克再度回归 在Moving E能开头以强大的气场震慑观众的法兰克 在与九龙普大战一场后即下落不明 然而法兰克竟然于片尾彩蛋中 惊喜现身于首尔街头 一间被弃制的拉斯维加斯酒吧门口 为结局留下了伏笔 而法兰克会叛变并回归平凡人生活 还是再度成为美国CIA的杀人工具 就待第二季揭晓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四 美国再度重启肃清计划 而法兰克失踪过后 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参事 同时也是超能力者肃清计划的负责人马克 也立即召来了行杀手伊莱亚斯 似乎要着手继续进行肃清计划 讲必南韩E能者又将迎来一波恐怖威胁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五 时间能力者登场 在Moving E能第十六集中 半岛催日换面谈了多位E能潜力者学生 集中拥有暂停时间能力的英卓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及强大的E能也掀起热议 而英卓其实是编剧江草 另一部漫画Timing中的主角 也是Moving E能续作Bridge里即将登场的人物 而Bridge不仅会接续接续讲述E能者的故事 也将串联Moving E能与Timing的世界观 此外 虽然英卓仅在剧中短短现身几秒 即已转学待过 甚至也没露脸 但近日韩国网友已经透过履历表上印制的出生年月日930817 猜测出将在续集是演英卓一角的 非有可能就是曾演出过想你 Remember儿子的战争等剧 且1993年8月17日生的于成豪 Moving E能第二季 伏笔6 罗州女儿再度现身 而在Moving E能第十七集中 罗州女儿梁士恩也终于登场 其实梁士恩早在母亲丧礼时就曾露过面 当时画面也特别带到了她的特写镜头 为剧情埋下伏笔 如今终于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原来梁士恩仅是在母亲罗州的保护下 装作有癌症因病过世 假死隐身在社会中躲避国情院的监视 原先不少观众都认为 罗州女儿于十七集被截胎角色背景故事 想必她也将成为后续剧情的关键人物之一 没想到梁士恩后来却没有再度现身 也没有如网友预测那般 出面解救其扳倒催日患 不过梁士恩仍有极大可能于第二季再度现身 成为续剧的要角之一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7 凤夕喜秀感情线结果 在Moving E能结局里 喜秀回归了平凡生活 凤夕却因为身份暴露 因此随同妈妈举家迁移 过着隐心埋名的生活 虽然两人依旧挂心着彼此 却没能给予对方实际的陪伴 而第二季里 凤夕与喜秀是否能再度重逢 又是否能正式与续剧成功在一起 也将会是第二季的一大看点 Moving E能第二季伏笔8 强勋成为国情院要员 由金杜勋饰演的李强勋 拥有着怪力及高速 是国情院重点栽培的二代艺能者 而强勋在结尾时 依旧进入了国情院担任实习生 只为了想洗刷父亲的罪名 但自愿入职的他 在踏入安琪部这个险境之后 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及磨难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